最後要講的叫做變質鹽 變質鹽 變質鹽就是受到比較高的溫度跟壓力 然後呢改變其岩石組織及礦物成分的 這種酒陶就叫做變質鹽 這種作用就叫做變質作用 停車戰界問 我上面寫了一句話叫做 尚未達到融化的程度 停車戰界問 為什麼要尚未融化咧 為什麼要尚未融化咧 結果影片不見了 沒有關係這裡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尚未融化咧 來找一位大帥哥告訴我 我們忘了裝攝影機 所以沒有攝影 只有聽到你的聲音 22 22 來為什麼要尚未融化咧 5 4 4 3 2 1 你錯 聽得太慢 他有報答案 你錯 他有報答 他報答案是對的 融化就變鹽漿 鹽漿你應該就叫做火神鹽 就不叫做變質鹽 所以要尚未融化 改變其岩石組織 化物成分 變質鹽是三胎的鹽石中最複雜的 原因 因為他可以一直變質下去 一直變質下去 所以拿到一塊 A可以變成B B可以變成C C可以變成豬 拿到一塊石頭 有人認為他已經變成C了 有人說他還不到 還在B 你看你們可以吵架吵過來 所以變質鹽是三大類鹽中最複雜的 我們有零葉鹽可以變成板鹽 板鹽可以變成片鹽 也可以變成片馬鹽 所以他有一個一系列的變質的 一系列的變質的程度 所以越往右下角就是變質越強烈 所以他可以A可以變成B B可以變成C 但三大類鹽之中最複雜的 但非常開心的事情 國中程度只要現實學會很複雜 我們一律變得很簡單 就炒炒帶過去 就混過去就算了 變質鹽有兩種 一種叫區域性變質鹽 我們叫接觸性變質鹽 大範圍的 板塊擠壓大範圍的變質 叫做區域性變質鹽 範圍可以達到千公里 數千瓶公里的大範圍 另外一個就是鹽將噴出來 看他碰到的地方 碰到的地方叫接觸性變質鹽 有人考試考一個題目 換鹽脈 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說 鹽脈的旁邊可能有變質鹽 對 因為鹽脈是熱的鹽漿 碰到熱的鹽漿有可能產生接觸性變質鹽 接觸性變質鹽 所以要做區域性變質鹽跟接觸性變質鹽 我剛才跟你講過說變質鹽三大的鹽之中最複雜的 所以國中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只要背一個就好 大理 石灰鹽會變成大理 石灰鹽變成大理 老師那你上面葉鹽變成板鹽 片鹽把顏色標不一樣 是因為最近有一些大哥會喜歡考到這個葉鹽會變成板鹽跟片鹽 古時候是高中生 他們不是講過嗎 葉鹽會變成板鹽 板鹽會變成片鹽 片鹽會變成片麻鹽對不對 所以高中生喜歡考的題目 換了台灣黨 問你哪邊會有板鹽 哪邊會有片鹽 哪邊會有片麻鹽 變質程度的區分 可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國中裡面問到這句話也變多了 這話也特別飆起來 但是過去來講我們幾乎只靠誰 石灰鹽變成大理 你就把他背完就好 其他的呢 我有看過有人考過蛇文鹽的 我有看過有人問過花剛騙馬鹽的 都是三十年只問過那一次 三十年只問過那一次 所以當作你看他就算了 OK 所以要背好石灰鹽變成大理鹽 OK 常見變成 然後呢 大理鹽就很外觀啊 美麗啊 大方啊 可愛啊 好 哪裏有啊 以前啊 比如說鏡校門有兩根柱子 那個柱子上面就是大理鹽 可是現在已經拆掉了沒有 最近可以看到地方在哪裡 Sogo Sogo在那邊的地板 Sogo在那邊的地板 黑色大理鹽跟白色大理 黑色大理 白色大理 測試 下一個 下一個是你們在 挖的地理上交過的 哪一個 喔 石蠻烏 石蠻烏地理交過的 來女是要石蠻烏嗎 不是啊 他在地下 你幫我胡扯 剛剛才說你地理好 你怎麼亂講 剛剛才是說你地理不錯 你怎麼亂說 來女石蠻烏 OK 反正就是這樣 太太 這是地理 醫老師交過的 原住民用板鹽來蓋石板屋 因為它一片一片就很好處理 就是變質鹽用途 我們變質鹽考試就是 一 它是受到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改變其鹽石組織礦物成分 二 石蠻烏會變質成大理鹽 三 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尚未融化 因為融化就變鹽漿 鹽漿就是火成鹽 就是有關於變質鹽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